你想禁了一個網上惡搞 就想解決到你的政治上經常被人恥笑 做了一些膠事 做了一些愚蠢事嗎?政府 不要傻了 就算你不讓別人抄 別人也有其他方法去做更多的創作 去諷刺你 你如果這樣做 就只會自己自暴其短是小器的行為 網上惡搞而已 大家笑一下 有得發洩了一套氣 有時反而才能幫你解決民怨 如果你什麼都不讓你想想 當年你令到那兩個電台主持人要封咪 其實是否之後反而社會的民怨更大 以前十點之前打電話給大班 大家射了一套氣 沒事了 晚上聽一下阿毓民在電台上咆哮一輪 又虧了一套氣 多高興 那就解決了民怨 你硬封了他的口 就令人更加憤怒 怨氣消滅不了 你網上現在唯一一個可以惡搞的頻道 你都不讓人做 是不是就是自己觸重? 曾蔭權想清楚先吧